三大方向 撑开信贫保护伞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信贫记者会 因为党内性骚扰连环报重创形象 就算党主席赖清德亲上火线斗欠 但也挡不住民众怒火 总统蔡英文亲自出手 蔡英文脸书深夜再度为性骚扰事件斗欠 陈建仁紧接着跟上 府院提出三个改革方向 斟酌国际做法 重新检视信贫申诉机制实用性 以及跨部会进行性评法规总检讨 民进党中央更动起来 我们民进党必须要设置一个 所谓的性评的仲裁会 跟主席是平行的一个单位 这外部单位我们可以寻找一些妇女团体 来协助跟合作 从赖清德要求全党上性评各 到府院推出三改革 想尽办法要走出性骚阴影 他们讲的检讨建立制度 都是讲一讲而已 民进党有关于这一次的性骚报告 检讨报告都写不出来 因为他不知道未来有多少的未爆弹 唯一有正面面对这一次的 各个领域发生的这个MeToo事件 只有民进党 包含蔡英文总统 有没有诚意 面对性骚争议 蓝绿各说各话 不过性骚事件爆发后 北市劳动局要求民进党中央 6月5号前要交性骚扰报告 但是现在却迟迟交不出来 也让外界质疑民进党的改革决心 环宇新闻 科冠产杨芷玉台北报道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终于到周五 管间八点请锁定 环宇一把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